嘿 大家好 这是我的第一次用华语在我的YouTube channel上讲话 所以讲真的感觉还是蛮怪怪的 怪怪的 会用华语来主持今天的video是因为 不久前我在我的Instagram story上就有问你们 你们要看我喝醉酒的时候唱一首cover 还是要看我用华语讲话 还有唱一首华语歌 然后就是跟着大众的选择 我今天就是会与华语来跟你们讲话 然后唱一首歌 我觉得就应该也要给大家一点简介吧 就是我会说中文是因为我是算马来西亚华侨 就因为我公共是荷兰人 我的名字就不是华语名字 我的名字是Wendy Victoria Vaz 翻译起来就是Wendy维多利亚或是 其实这个名字也是去幼儿园的时候 因为没有华语名字老师随便给我翻译 我就这样用到我长大了 感觉其实也是蛮奇怪 因为Wendy应该翻译成Wendy或者Wendy 可是我老师给我翻译成Wendy 我也就这样用到今天了 就是这样子讲的话就是 我是四分之一的荷兰人 可是三分之一的马来西亚华侨 然后家里是讲英文的 可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是去读华校 然后中学的时候也是有拿就是华文系 就是拿到初三 跟我的马来西亚朋友其实很多都是说马来西亚的中文 可是我现在是尽量的在用比较标准的华语 因为感觉有些大学同学可能台湾中国人都在看这个video 所以想要用比较标准的华语才比较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今天选择跟你们唱的一首歌就是 宇成庆的《情非得已》 会选择这首歌也是因为小学的时候很迷流新花园 那是很像我第一部风靡的那个台湾戏剧 然后长大过后其实也是很少听华语歌了 所以很懒惰我就是去学习一首新歌 所以就选择一首旧歌来唱 我没有什么背到那个吉他谱或者乌克力谱谱 所以会看着我的laptop哦 希望你们会原谅我一下 唱的不好听请你原谅 好吧 OK 那就话不多说 给你唱一首歌咯 OK 这是哈林宇成庆的《情非得已》 我让你忘记初次见你 一双迷人的眼睛 在我脑海里 你的身影 会散不去 过你的双手感觉你的红柔 真的有点偷不去 你的天真 我想珍惜 看到你受委屈 我会相信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问自己靠得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许有很大的勇气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但是有点会欺负自己 想念最软自己 哭了自己 爱上你是我情非的意 你也许有很大的勇气 让你忘记初次见你 一双迷人的眼睛 在我脑海里 你的身影 你也许有很大的勇气